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怎么编辑打印信息 首先我们在菜单里面 找到信息这个菜单 然后点进去找到新建喷印信息 取个名字 我就随便取一个名字 然后按确定 这个就是我编辑画面 这个是一块是编辑内容的贴面 这边字高 字高的意思就是你要打印的字的高度 比如说这边T T我们可以看一下T的字多大 差不多就这么大 然后我们可以按F1 来切换这个字 先变成九高 九高的字大概是这么大 然后还继续可以按F1切换 切换有12 16 24 34 好 34是最大的 最大的可能会达到这么大吧 然后还有一个再切换下去是最小的 大概是五高 然后我们把信把它删除掉 我们确认好了 我们确认好了 确认好了 确认好了字 确认好了字 确认好了字高以后 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键盘上面输入所要打印的信息 比如说我们要打印英文字母啊 之类的 或者数字之类的 当然如果你需要打印中文的话 你首先要切换中文输入法 切换中文输入法 你首先按ESC键 然后在编辑器里面 有个设置键盘类型 选择往下拉 选择中文输入法 按确定 然后屏幕下方就会显示有中文输入 然后我们是用拼音的 比如说我们要合格 打一个合格 合 然后屏幕上就会显示出这个合 比如说是等于号 我们就按等于号 那我们就会出现这个合格的格 然后格同样 发现这个里面没有 那我们可以按那个屏幕的左右键 然后它会翻页 然后找到格 这个是9 我们按9 9 OK 然后你要换成英文输入和数字的话 你按FN键 到这个界面 输入的就是英文和数字 如果有些客户需要打印实时的日期 时间的话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插入用户区 F2插入用户区 我们按一下 这个里面有分钟小时日期等等往下拉 比如说我们要打年月日的话 我们可以先找到里面的年 按年 确定 然后它会显示当前的年份 比如说你要风格服 可以自己输入 比如说斜杠 然后后面月 还是我们要插入月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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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年月日就变好了 它以后会跟着 车马机的日期 它会每天都会变 然后变完了以后 我们要保存BIN退出的话 按Shift加F1 你才能 今天不是搞不完吧 Shift加F1 然后退会主界面 然后我们下来就是要选择 我们刚才按F2 选择喷映信息 选择我们刚才编的那个 1 可以 这个下面是我们能看到这个 打印信息的内容 按确定 然后这样的话 这边就是 显示打印内容